这部电影构思了30年 但是北亚武自己说 其实构思时间不超过3天 这是一部史诗级的武士电影 但其实是披着古装外衣的黑帮片 这是描绘日本战国英雄豪杰的电影 但其实是全员恶人 在本片上映的2023年 除了本片之外 还有怎么办家康、传奇与蝴蝶 一年之内三次情景再现了 日本战国最著名的一次烧烤大会 《本能寺之变》 关于这次影响天下格局的事件 众说纷纭 这也为影视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空间 至于本片 虽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但所有人不得不承认 也只有北亚武才能拍摄出这样的电影 大家好 我是飞华映镜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北亚武的手 这是北亚武导演的第19部长篇电影 早在拍摄作名曲的时候 北亚武便开始构思本片的剧本 黑泽民生前很是期待这部电影 曾经表示 如果这部电影拍出来 应该是像《七五世》一样的杰作 但是剧本写完之后 就被树枝高阁 直到有人找到北亚武说 自从做同事之后 就再也没有拍过十大剧了 不如再拍一部 北亚武这才翻出手的剧本 2019年的时候 北亚武发表了手的小说版本 2021年10月份的时候 电影拍摄就已经杀青 但是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 跟制片方角川发生了矛盾 一度中断了制作 几番折腾 最终到了2023年的5月 才在嘎那国际电影节上首映 半年之后正式公映 本来北亚武只想专心的做导演以及编剧 但是出于商业票房的考虑 还是参演了 其他主要演员也基本上是北亚武电影中的老熟人 比如西岛秀俊出演过玩武 加赖亮参演过极恶飞盗系列 前夜中信参演过做头饰 大森男鹏参演过极恶飞盗三 其他如经常出现在北亚武电影中的四岛镜 以及第一次与北亚武合作的中村师童 牧村右衣等人 在导演演员的身份之前 北亚武首先是一名搞笑艺人 日本最传统的喜剧形式是洛宇 而洛宇的始祖便是战国末期的曾吕丽新左卫门 风尘秀吉为了消遣组织了于家众 曾吕丽新左卫门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有人说他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 也有人说这是个虚构的人物 关于他的译文也是后世创作的 但是在本篇他是贾赫忍者山姑山柱坊的弟子 这山姑山柱坊善用铁炮 只是这个号称贾赫第一铁炮高手 在二十米左右拘杀知田信长的时候 竟然失败了 三年后被捕 知田信长用酷刑将其处死 只说这曾吕丽新左卫门 从贾赫逃到戒后摆脱了忍者身份 败在茶道宗师千里修的门下 一心成为搞笑艺人 这天千里修让新左卫门带着两个同伴 钉刺半刺前往花围城寻找一个人 那就是知田信长的家臣 荒牧村众 就在知田信长向天下统一大业迈进的时候 荒牧村众起兵叛乱 天正七年 被围困有务援军的荒牧村众抛弃弃子 独自逃命而去 从此消失不见 当新左卫门来到花围城的时候 只看到城破之后的断壁裁员 以及满地的尸体 血腥味引来很多落伍者兽 还有以慈悲为怀超度往生的大和尚 但是当荒牧村众现身之后 大和尚露出捉拿村众的真实目的 只可惜瞬间被秒 新左卫门没有给荒牧村众逃走的机会 当时与丁次半次将其生擒活拿 这千里修不过是茶道中人 他为何关心天下大势 绞入政治漩涡呢 其实在当时 茶道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千里修所在的地方叫做戒 此地是赦金国 河内国与河全国的交界处 并且领海 到了日本战国时期 戒作为对中国东南亚西洋的贸易港口繁荣一时 当地的商人们为了避免受到战乱波及 组织了会合众进行自治 直到枝田信长的崛起 这才向其臣服 而臣服的具象表现不是交出城池硬性 而是线上松岛 烧茄子等茶道名气 从视听幕府后期开始 掌权者都有一种 掌握天下之大权者 必拥有天下之名气的意识 这里的拥有并非出于个人的收藏欲望 而是利用珍贵的茶器增加自己的政治威信 因为茶器已经成为掌权者威严的象征 而现茶器逐渐演变成一种 表示自己降服之一的仪式 这些茶器参与的茶会 也有着政治外交的意味 如此一来 像钱力修这样的茶人 就可以参与到政治权力的中枢 在一次茶会之后 钱力修私下里将荒牧村众 作为一份礼物 送给了枝田信长的众臣 明智光秀 李丘殿 无本人は見つけ次第 殺すべしと伝えたはずです 光秀さんがやる言うたあるけど いなかったことに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我手里は外しますさかい 殺したかったらそこで五随に 既然发现反贼荒牧村众 就应该杀掉 或者直接绑到枝田信长的面前 明智光秀 却选择带回自己的据点 归山城 从明智光秀的反应就可以看出 他显然很是意外 那么命令钱力修 捉拿荒牧村众的 自然是另有其人 新左卫门等人 按照吩咐将荒牧村众 送到归山城后 立刻来见幕后的主谋 与柴秀吉 也即是后来的封臣秀吉 这新左卫门的身边 原本只有丁次半次 但是来见秀吉的时候 身边却多了一个人 此人便是他在半路上 收留了农民冒住 当日城破 除了不知所踪的荒牧村众 荒牧一族被拉到京都的六条河园上斩首 围观的茂柱和好友围三 原本只是想在行刑之后 现场捡漏些值钱的家当 哪知道被抄家后的荒牧一族 比他们还要穷苦 最后只抢到一个波浪鼓 原本五家小孩手中的玩具 到了他女儿的手中 这天秀吉的军队经过吞庄 茂柱之父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将粮食藏起来 省得被士兵掠走 然而在好友围三的劝说下 茂柱决定撇下父亲 妻子以及孩子加入秀吉的队伍 幻想着从农民跨越到武士阶层 但是在临走之前 他将女儿手中的波浪鼓夺走 难道是因为这是武家的东西 他女儿就不配拥有吗 茂柱与维三刚刚加入秀吉的队伍 便遭到敌军的偷袭 杀戮带来的恐惧 让茂柱本能的缩在一旁 双手抱头 他躲在死室之下 侥幸逃过一劫 一切恢复平静之后 维三拿着一颗大将的首级 也不管是秀吉方的还是敌对方的 反正只要首级在首 仿佛就能一下子从农民 成为秀吉一样的人物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茂柱随即杀死了维三 抢走了首级 刚开始我还以为 他们俩对应战国英豪中的两个农民 他们愚蠢贪婪自私狡猾 相互抱怨又相互慰藉 但是实在没有想到茂柱是咕噜 首级就是放大欲望的魔戒 就在茂柱杀死好友抢夺首级之后 新左卫门路过这里 当时就看出 这茂柱的脑子不太好使 随后将他收在身边 一起来见羽柴秀吉 宇柴秀吉布下这个大局 就是想要成为枝田信长的继承人 而这件事的源头 还要从荒母村众为何叛乱 开始说起 一开始 信长十分青睐荒母村众 但是在一次宴会上 荒母村众也不知道哪句话说的不对 惹得枝田信长很不高兴 当时被逼着切腹来证明自己的忠心 明智光秀在一旁打圆场 信长直接让他来代替村众切腹 依然看到了这种地步 村众结果斜插准备真的切腹 却被信长制止 这话基本上已经明示了 明智光秀与荒母村众的关系 他们俩有重道之情 首先要说明一点 重道并不等同于 现在意义上的通行链 据说是空海和尚在大唐求学的时候 将当时新生的南风带到了日本 当然这个传说有可能是 故意安在空海身上的 总之呢 当时寺院里的僧侣之间南风兴盛 到了平安时代 南风成为公卿间 附庸风雅的身份象征 然后再从上层公卿 逐渐传到武家 到了江户时代 南风和武士道结合 这才成为重道 既然上升到了道 那么强调的就不再是情 而是中 在战国时期 高级武士 尤其是大明的婚姻 往往是政治原因 这种婚姻绝少产生感情 甚至相互猜忌 战争频繁 武士们在外奔波 也不适合女性陪同 这时候 照顾他们生活起居的小姓 便成为谢玉的对象 小姓们受到恩宠 会比其他人更加忠心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他们誓死保护主公 成为最后一道防线 小姓们获得战功之后 可身为武士 大将 甚至大明 成为主公最亲密的得力助手 知田姓常 武田姓玄 上山谦信 等战国时期有名的人物 都有相关的记载 回到电影 明智光秀觉得知田姓常 拿人的性命开玩笑 着实有些过头 但是姓常的回答 非常的悲野武 大将 人间埋葬了当时 全都玩了 全都玩了 大将 村重 吃这个饭 这分明是性行为的暗喻 当然这一段并非北野武的恶趣味 而是有出处的 据背前老人物语记载 信长会见荒木村众时一时高兴 在斜叉上除了两块饼 然后让村众吃掉 村众心存畏惧 不知道信长适合用意 也不敢用手去接 只得俯伏着将饼吃下 这他妈是不是神经病啊 严重怀疑这里的信长有抖S倾向 结合后面的剧情可以这样理解 信长这是故意做给光秀看的 信长一直想跟光秀那个 但是每次光秀我都板着脸 装作没听懂 所以他在满座家臣面前 故意羞辱村众 那意思就是说 看见没有 我干了你想好的 你还不快来求求我 从了我 不被重用 又被虐待 天天受到情敌主公的嫉妒 这或许就是村众反叛的原因 当城破之后 华姆村众失踪 知田信长气急败坏 不过他首先把自己宅出来 将责任甩给众家臣 跟这样的主公相对 家臣们如履薄冰 但是信长也不能光让他们怕 还要给他们甜头 给他们梦想 当时信长表示 他的两个儿子够难堪大用 他打下的这份劫业 将来正在家臣之中选择继承人 到时候谁的功绩高 就将家族之位传给谁 临走之前 信长令明治光秀 一定要将村众活捉 带到自己面前 同时令羽柴秀吉 协助办理此事 这个落荒而逃到嫖客 或许就是秀吉 对待重道的真实想法 虽然搞不懂 这些武士老爷们所谓的情愫 但是可以利用信长光秀 村众之间的羁绊 谋求天下 因为他不想再被人使欢了 秀吉身边有两个得力助手 一个是他的弟弟羽柴秀长 一个是他的军师黑田官兵卫 当初村众反叛之时 官兵卫亲自进城劝降 结果被村众拘禁一年 以致左腿坏掉 当新左卫门带来千里修的信件之时 秀吉便知道 事情正在按他预想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 他对信使新左卫门很感兴趣 正好新左卫门也不愿跟着枯燥无味的老和尚 千里修 愿意侍奉全日本最出人头地的好男儿 这新左卫门原来是忍者出身 秀吉还是有些疑虑 当时命他做两件事 事成之后 如果还活着 就可以留他在身边 第一件事 就是去贾赫那里买一封密信 第二件事 就是去龟山城 探听明智光秀的动向 一行四人路过茂柱的老家 发现村里的人都被明智君劫掠一空 茂柱的父亲 妻子和女儿 均惨死在明智君的刀下 新左卫门还想劝茂柱节哀顺变 哪知道茂柱忽然笑了 这下没有家人的拖累 他就可以卸下包袱 轻松的追逐梦想了 变得这时 他眼前一阵恍惚 仿佛看到死去的围山 一时间良心与愧疚将他折磨得痛苦不堪 新左卫门要买密信 卖家是贾赫53家中的光源坊 但是这个光源坊很是神秘 据说但凡见过他的人都会被杀掉 所以这个差事是九死一生 没过多久 他们四人便陷入贾赫忍者的包围圈 就在命悬一线的时候 他看到了救星 那就是昔日的大哥 波折左兵卫 现在的他 亦是光源坊手下的重要头目 在这位昔日大哥的带领下 新左卫门终于见到了光源坊 誓言光源坊的是搞笑艺人 破金青山 他患有先天性多发性关节软缩症 自出生起便不能自由的使用四肢 因崇拜北野武 1994年以史上第一位残疾艺人出道 2002年还出演过北野武指导的玩偶 2023年12月12日因病去世 回到电影 光源坊的座前 有两名带着狐狸面具的巫女 光源坊的话通过两人之口说出 交易很快达成 不过这场交易还要通过钱里修进行支付 左兵卫遂与新左卫门同行 先去龟山城探听明智光秀之虚实 然后再去戒士找千利修拿回酬金 只说在龟山城内 明智光秀将枝田信长施加在他身上的暴虐 又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任意斩杀泄愤 即便是荒木村众也心惊胆战 宛如看到魔鬼一般 等光秀恢复平静 这才变回他熟悉的那个狼 只是这光秀身边的大将宅腾力三 看到他们俩一起回了房间 眼神之中充满了哀怨 莫不是这宅腾力三与明智光秀 时间长了 村众也就习惯了光秀杀人的行为 甚至看得津津有味 消遣完毕 光秀来到村众的房间 两个大男人做什么事呢 又能做什么事呢 当左兵卫新左卫门潜入进来的时候 两人已是事后 正说些枕边话 因为信长一直在寻找村众的下落 而寻找村众的任务又在光秀的肩上 所以光秀一直很烦恼 新生连岸的村众献上一侧 如今有能力继承信长之位的 除了光秀之外 就是秀吉与德川家康 尤其是出身名门的德川家康 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不如向信长报告说 他村众逃到家康那里 以此为借口既能为光秀解围 又能铲除掉竞争对手 这之后再想办法干掉情敌 知田信长 就在两人准备来第二发的时候 屋顶上扑然有些响声 光秀立刻意识到有戏座潜入 这边左兵卫与新左卫门急忙撤走 光秀则让翟腾丽三追查 这些戏座的幕后主谋到底是谁 终于在京都 翟腾丽三追查到新左卫门 当他正要下手的时候 左兵卫突然现身 掩护新左卫门顺利逃走 贾赫光源坊应该被光秀雇佣过 所以翟腾丽三斥责他们背叛主公 左兵卫反驳道 他们从来没有背叛过主公 因为他们的主公是金钱 当左兵卫拿着金钱回到老巢的时候 发现村里的男女老幼 全部被明治光秀杀死 这边新左卫门完成任务之后 先叫密信成交秀吉 这封密信是知田信长写给儿子信中的 原来这信长并没有打算传位给家臣 所谓的有能力者得知的话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他在信中叮嘱儿子 要将有实力争夺大位的光秀 家康全部杀掉 至于秀吉 信长依然觉得他是个目光短浅 见浅眼开的农民 所以给他封地让他顺服即可 随后新左卫门又将光秀与村众 陷害家康的事情诉说一遍 黑田官兵卫献上一计 只需如此之般 大事可成意 安兔城内 当光秀谎报荒木村众的动向之时 信长正与小姓森兰丸进行运动 只是这信长精力充沛 森兰丸下去之后又从黑人侍从 民主的肉体上寻求快感 当他听说村众逃亡到 家康所在的郡府城后 断定村众叛乱的幕后主谋 就是老狐狸 得传家康 当即向光秀表示 如果他能够杀死家康 那么大卫就是他的 其实与柴秀吉 正与毛利氏交战 这天信长 让他在一年之内灭掉毛利氏 不然就派出忍者取走他的首级 秀吉信誓旦旦 但是光秀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刚为秀吉说两句好话 便又遭到信长的羞辱与毒打 不仅如此 他还拿大卫引诱光秀从了自己 但是光秀坚真不屈 信长始终无法如愿 当晚秀吉与两个亲信秘密来见光秀 首先摆明自己没有敌意 承认在龟山城的戏作是自己的人 也知道村众在光秀那里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关心光秀的安危 然后秀吉等人蛊惑光秀 干掉信长 刚开始光秀还假模假样的大谈武士的忠心什么的 但是在看到信长写给儿子的信件之后 彻底破防了 他之所以忍受屈辱 就是为了继承大位 哪知道信长早已叮嘱儿子杀了他 这时候秀吉等人在表忠心 只要光秀能够取而代之 秀吉等人一定第一时间拥护 见光秀已经着了道 秀吉等人又秘密来见得川家康 只说信长怀疑村众叛乱的幕后主谋士 他因而要暗害于他 平时的信长就让人捉摸不透 如今看来一定是疯了 怎么能让一个疯子做天下之主呢 这时候秀吉露出自己想要取而代之的野心 为了得到家康的支持 他不惜下跪求情 秀吉本来就是农民出身 他可没有什么武士的骄傲 卑躬屈膝算什么 只要能达成目的就行 秀吉的一顿骚操作 将名门之后的家康架起来 如果跟这样低贱出身的农民争执 那实在太跌分了 怎么办 家康 只好答应他咯 暖草鞋这件事秀吉确实干过 不过那是为了信长 现在目的已经达到 那么草鞋呢 自然是丢了 事后秀吉也有些难为情 自己的脸皮太厚了 但是黑田官兵卫劝说道 脸皮厚是有必要的 只要能阻止家康被暗杀 那么信长一定会迁怒于光秀 被逼急的光秀与村众一定会造反 届时便可坐收渔翁之力 为了确保计策的顺利进行 秀吉派新阻尾门四人众 协助保护家康 这家康有一癖好 不爱美女专宠丑女 今天是哪个女的 哪个女的 这些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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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这些人如何 这些女的 这些人如何 真正好 非常好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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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所为门发现家康挑选的丑女有问题 连忙告诉福布伴藏 果然证实那是信长派来的女人者 此后信长又派出多名刺客 只可惜家康的替身隐悟者实在太多了 根本没有伤到本人 刺杀不成 信长与光秀又响出一侧 文说家康喜爱鲦鱼 所以在庆功宴上专门用鲦鱼招待家康 然后在鱼肉里下毒 老狐狸通过假动作瞒过众人又躲过一劫 这一下信长失去了耐心 将所有的愤怒都倾注在光秀的身上 当时命传教士杀了光秀 在这个危险时刻 光秀仅凭一句话 顿时转为为安 现场欣喜若狂当时放了光秀 然后他又想出一个除掉家康的计策 那就是在本能寺开一个茶会 然后把届时的商人和家康都叫过来 光秀假装出兵增援秀吉 然后直奔本能寺干掉家康 届时天下就是他们二人所有 光秀向信长表白的事情让村众簇意大发 光秀连忙解释 那是行事所逼不得已而为之 村众连忙劝说 信长不过是想拿家族之位作为诱饵 目的是为了霸占光秀 既然宇柴秀吉已经站在自己这一边 倒不如在本能寺直接干掉枝田信长 天下唾手可得 明智光秀造反的原因众说纷纭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小伙伴 可参考我之前做的忍者系列 且说光秀准备启示的时候 宇柴秀吉正在进攻毛利氏的高松城 首将清水宗志殊死抵抗 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等到这时 钱里修过来传话 光秀准备在本能寺启示 既然如此 秀吉立刻着手跟毛利氏罢兵和谈 至于家康 夺取天下需要争取他的支持 因而也要放他逃回郡府城 随后秀吉将新左卫门派到信长的身边 名义上是侍奉信长 实则是监视信长 什么时候死 这件差事自然也是九死一生 新左卫门有些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秀吉先是给他一些赏钱 然后又扒到威胁 一句话 好好干活 不然 嘿嘿 在新左卫门出发之前 冒注将他视为护身符的波浪谷送给了他 此时的信长心情大好 新左卫门平安地留在他的身边 本能四 查会刚刚结束 千里修便让手下监工 领着家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事业明治光秀准备讨伐信长 然而在出发之前 他要先处理掉荒木村众 这一下 村众蒙了 然而在看到宅腾李三之后 他恍然大悟 原来你们俩勾搭在一起了 他像个怨妇一样质问光秀 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看上他哪一点呢 荒木村众到底是被感情蒙蔽了双眼 在天下面前众道之情一文不值 这一切都是光秀的计划 包括他的叛乱 只有他像个被众道之情支配的木偶 啥也不懂 就这样 荒木村众被打入木笼 逃进了悬崖 电影没有给出 荒木村众直接死去的画面 那是因为历史上 荒木村众并没有在这个时间死去 后来他跟随千里修学习茶道 成为一名茶人 这边 明治光秀兵分两路 宅腾李三率领忍者集团 追杀德川家康 明治光秀则讨伐知田信长 本能似之变正式上演 被逼到绝境的信长 见无路可逃 只得切腹 只不过他要森兰丸先切腹自己做戒错 然后自己再切腹让黑人迷住帮他戒错 前面有个细节 那就是森兰丸是在信长的下面 而信长是在迷住的下面 是不是只有在上面的人能帮下面的人戒错呢 为了佐证这一点 可以再看看光秀与村众这一对 当初村众叛乱的时候 光秀曾经劝降过 当时的村众心晦意冷 想要切腹了事 便请求光秀帮他戒错 从后面两人亲人的画面 也可以知道光秀上而村众下 所以好吧 这只是个跟剧情没有任何关系的冷知识 只说信长死后 黑人迷住拿走了他的首级 从此消失不见 明智光秀找不到首级 便没有信长已死的证明 本能四肢变后 家康穿越一个讨回老巢俊府城 但是翟腾里三紧追不放 幸好服务伴藏准备了很多替身 这才顺利过关 而宇柴秀吉这边 从新左卫门这里得知信长已死后 立刻实施夺取天下的计划 秀成的拙劣表演 说明战国时期所谓的忠心根本不存在 有的是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正义也不过是一个吃掉别人扩张地盘的理由而已 台前的表演结束之后 幕后的导演走了出来 首先批评秀吉的演技太差 因为这次表演只有一次机会不能恩机 幸好将就这能用 黑田官兵卫带着新左卫门离开之后 秀吉又起杀新 亲左卫门是捏干处的嘛 知道的私密太多了 黑田官兵卫致谋过人 为秀吉取得天下立下赫赫战功 但是因为锋芒过路而被秀吉第一防着 后来在侵略朝鲜的问题上 跟秀吉意见相左 只得出家隐退 私下里开始接触德川家康 秀吉死后一度想争霸天下 但是看到家康在官员一战定乾坤之后 遂隐居不问正事 此时后话暂且不提 只说此时的高松城 因为秀吉军的水焰之侧而被大水包围 成为一座孤城 黑田官兵卫早跟毛利市的使者 安博斯·惠琼交涉过和谈之事 目前就看高松城首将清水宗制的意见 因为官兵卫提出的和谈条件 是让城主清水宗制切副 大和让惠琼暴跳如雷 坚决不同意 反倒是清水宗制表示 如果能保全全城人的安危 又何悉此身 慧琼见此抱着清水宗制痛哭流涕 咋 这老秃琼也是一个演员 刚才义愤填膺 满口仁义道德全是假的 只是哄着清水宗制去送死来换取毛利市的利益 在看穿了这些所谓的大将英雄都是如此虚伪之后 新左卫门心灰意冷在无心留在这里 他却冒住极早放弃所谓的武士梦想 然后转身离开了这里 秀吉看在眼里 吩咐官兵卫想办法解决掉新左卫门 高松城答应了和谈的条件 清水宗制坐在一条小船上 来到高松城与秀吉军营的中间进行切副仪式 他先是隔五一番 接着再写词试剧 然后才开始切副 秀吉对这种仪式不厌其烦 死就死呗 这就很有意思 被孙崇的五十道在秀吉看来 是让人无法理解又很无聊的东西 清水宗制在最后一刻发现被人玩了 只可惜他已经下令为他戒错 刀光一闪人头落地 随后宇柴秀吉率领大军 急忙返回基路城 这场吉星军拍出了马拉松比赛的喜感 到达基路城后 秀吉竖起为主军复仇的大旗 为了激励士气什么金币银币全拿了出来 而我这个小小的up主 也需要屏幕前的您投币激励一下 就在两军开战之前 新左卫门来到戒事 想要重新回到千里修的门下 却在门口碰到了监工 监工问他 秀吉与光秀开战 谁的迎面更大 新左卫门回答是五五开 他正说着一把刀已经插进他的腹部 出手之人 自然是监工 随后他也拔刀刺中监工 两人也是五五开 最终同归于尽 天正十年6月13日 天王山之战正式拉开帷幕 除了正面战场的秀吉想要杀死光秀之外 甲和忍者剥热作兵卫也想杀掉光秀 为光源坊一众复仇 他们换上明治军的衣服混进战场 然后扮作传令兵来到光秀大营准备刺杀 可惜功亏一篑 虽然躲过这次偷袭 但是明治军还是抵挡不住攻势 溃败下来 翟腾第三为了掩护光秀逃走 被秀吉的士族杀死 其实翟腾第三是战后被捕 然后被处死 不过他有一个女儿特别厉害 那就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 嘉光的儒母 创立大鳄的春日菊 回到剧情 明治光秀荒不择路 闯进专门击杀落败武士的落物者兽的陷阱 身边的士族全部死于非命 只有他侥幸逃生 这便冒柱率领着半次丁刺一路尾随 是要拿到光秀的首级 结果丁刺半次先后死于落物者兽之手 只有冒柱成功的追上明治光秀 无路可逃到明治光秀 决定成全冒柱 遂自吻而亡 冒柱上前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宝贝 这个一心想要出人头地 想要复刻秀吉的成功 而进入魔阵状态的农民 自动剔除掉人类的情感 抛弃了家人 斩杀了朋友 成为追逐欲望的机器 眼看梦想触手可及 他又瞬间跌入万丈深渊 却是一群落物者兽将其击杀 在临死之前 他将其中一个落物者兽 看成死去的朋友为三 落物者兽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两人的衣服铠甲被扒下来 首级则被送往秀吉的军中灵上 光秀的首级在争抢之中早已面目全非 但是秀吉全不在乎 他只要确定明治光秀已死即可 至于那颗被很多人看中能换取功劳 获得荣誉的首级 被他一脚踢开 而这太荒诞了 恐怕这也是北野武想要的效果 在接受采访时 北野武说 很多影视作品采用娱乐化的方式 讲述战国时期的大将与英雄 都是些光彩的成功故事 但是很少展现负面的内容 他想让大家看到活在战国时代的人 并非是什么真正的英雄 也许只是个残暴的掌权者而已 在充满暴力 私欲 阴谋 背叛 战争的战国时代 所谓的英雄豪杰 知田姓长 羽柴秀吉 明智光秀 德川家康等人 他们为了权力和地位不择手段 无关正义也没有善恶 像疯子一样践踏道德 不在乎生命 杀人如吃饭一样 只有疯子才能干出不合理的事情 也只有疯子才能让不合理的事情解释成合理 关于重道的部分 不由得让人想起北野武做演员的时候 参演其导师大道主的电影《御法度》 这种在战国时期以及江湖时代 被多次记载的重道之情 绝大多数影视作品都会避开 转而琢磨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 甚至过了头 说的就是你 怎么办家康 所以北野武向这一潜意识里的禁忌发出挑战 尝试用一种新的视角 描绘日本战国的故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飞花硬镜 欢迎喜欢的小伙伴关注和三连支持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碰巧出刀与剑的火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